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本院委員林洪池、郭樹孫、江凌君、林明珍等22人 针对台湾人口快速老化 失智症患者也急剧的增加 却因为家属缺乏相关的卫教认知 未能及时就医 且医事筛检机制不足 导致约有15到18万名患者 未被筛检出 错过就医的机会 未使患者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可以减少日后庞大的社会成本支出 原始本席提案要求相关单位 制定具体的政策与相关措施 以促使失智症者的早期诊断 与介入服务是否引荡 敬请公爵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